南海舰队微信公众号2月8号发布消息说 近日,南海舰队远海联合训练编队 按照既定路线穿过国际日期变更线 从东半球跨入西半球 连日来,编队在远洋大海连续开展 领解拿捕,反孔反海道,武力营救,综合补给 直升机跨昼夜训练等实战化营炼 锤炼部队随行多样化军事任务能力 2月18号,解放军报进一步报道说 这是解放军南部战区海军远海训练编队 首次以战备训练状态通过国际日期变更线 进入西半球太平洋国际水域 据报道,参加此次远海训练的有 052D型导弹驱逐舰呼和浩特舰 901型远洋综合补给舰查干湖舰 054A型导弹护卫舰显舰 与一艘815A型电子侦察船天书星舰 其中,编队指挥舰为呼和浩特舰 该舰于2018年低调入列 是海军入役的第10艘052D型驱逐舰 052D型驱逐舰满载排水量约7000吨 配备64单元通用锤发装置 能兼容冷发射的海洪旗9B航空导弹 和热发射的英机18反舰导弹 查干湖舰则则是中国海军901型综合补给舰的2号舰 满载排水量超过4万吨 可通过横向、纵向、垂直补给等多种方式 为海军航母编队、远海机动编队 提供海上伴随补给 标志着人民海军远洋保障能力跃上新台阶 编队中的天书星舰较为神秘 该舰的舰体上有两个巨大球形天线罩 外界推断该舰可执行电子情报搜集等任务 据央广军事报道 2月25号上午 南部战区海军远海联合训练编队 原本完成训练任务返回军港码头 此次远海联合训练 历时41天 总航程14000余海力